这是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中原 也是他这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 为了一战彻底地灭掉曹魏精锐 诸葛亮借用蜀军缺粮的现实 派出细作告诉曹魏大都督司马懿 蜀军正在不断地运送粮草并囤于上方骨 实则他早已秘密命令马带率军 多被柴草等萤火之物在上方骨社会 诸葛亮料定 一心想要逼退蜀军的司马懿 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摧毁蜀军粮草的粮机 司马懿果然中计 列车 送去上方骨 果然 司马懿当即就敬起全债之兵 直奔上方骨节梁而来 然而 他却不知 此地是诸葛亮为他特意挑选的目的 此战打完 曹魏将再也无有大将和军力 去抵挡蜀汉的北伐大军 终于 他可以完成对先帝刘备的隐悟 北出中原一统天下 司马懿 以死期以至 休想逃命 不成想 阵风烈焰熊熊 烧得司马懿和其大军只能绝望等死之际 忽然电闪雷鸣天降大雨 这免不了让刚刚还只能等死的司马懿惊喜交集 当即就趁着火灭率军突围出谷 断了诸葛亮一战覆灭曹魏精锐的心思 这一场雨 彻底地断掉了诸葛亮本来到手的胜利 让他数月以来的准备皆都功亏一篑 更别说对于一惊八卦极其精通的诸葛亮 其实早都算出今日无语 但偏偏还是下了 这无非再说 即使是老天也不想看到蜀汉一统天下 此时久久助力在雨中的诸葛亮 这位以瘦弱之躯扛起蜀汉命运的老人 此刻真的累了 暂且回去歇息吧 不曾想 好消息不多有 坏消息却一箩筐 本来答应好好地配合蜀汉北伐的东吴 现在看到了诸葛亮北伐以来无有寸击 也是直接反悔 瞬间感觉天使人和街不在蜀汉的诸葛亮 再加上数十年的军旅奔波日夜劳累 当即呕出血来 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爱像病情如何 爱像沉溪气血极度虚弱 病如高荒啊 其实对医学同样精通的诸葛亮 早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只是北伐事业难成 时不我待 他才会拖着病体如此频繁地主动北伐 然而此刻的他已经看出自己命不久已了 甚至都难以再经历车马劳顿活着回到蜀地 但对于贪玩享乐的流善的不放心 和对于北伐事业未成没有完成先帝遗诏的遗憾 让诸葛亮坚定了继续活下去的心 当即他借奇壤之法 摆下七星灯 向天再借十二年光阴 去完成北伐的遗憾 替刘善打下一个稳定一桶的蜀汉 我自于掌中 其让北斗 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 我受可增十二年 如若灯密得我必死 眼瞅着警察最后一页 诸葛亮就可以接到命去完成北伐了 不承想 算到蜀营将心侍卫 存心试探蜀军虚实的司马懿此时率军来攻 而根本不知道诸葛亮在借命的未言 又急于报告军情 直接闯入了诸葛亮大掌 所携带的狂风 直接将主命灯吹灭 这也宣告着诸葛亮 欲冲破生命之界的努力忠告失败 自知即将辞别人士的诸葛亮 赶忙照来将为 将以平生所学著成的 二十四天兵法悉数传授 让他继承北伐大业 完成蜀汉诸人内心的梦 在人生的最后 趁着夕阳如血晚霞灿烂 诸葛亮强之病体出营障 最后一次望着他的兵士们 望着写有他平生之至的大旗 身怀遗憾地闭上了双目 就这样 这位蜀汉的钢顶之人 就此病逝于五丈元 但其所代表的一生忠诚 和神鬼莫测的神算 却永远地留在了 中国的历史长河上